下一個有機化物叫做說酸 說 就是我們的青被COOH取代 這個字我都唸做說 可是呢教育物說我唸錯了 他說他應該唸錯了 追 追雞 他說這個字是古人就有這個字 古人就有這個字 就是羊毛毛織品的意思 他不是像我們那個廳內的廳是照字照來的 他不是照字照來的 是原來就有這個字 好來一樣 你有程度就唸追吧 我比較沒有程度我都唸說 我都唸說 說雞 說雞 COOH OK 那會有一個小問題 CMH2N加1 COOH 可是N大於0 為什麼寫N大於0 為什麼不是1開始 因為COOH就已經有碳了對不對 所以前面可以沒有碳 因此造成一個結果 什麼結果呢 甲酸是甲碗會變成什麼酸 甲碗去掉一個氫變成COOH變成兩個碳 變成幾個變成什麼 乙酸 所以甲碗變成是乙酸 剛才是甲碗會變成甲醇對不對 可是甲碗會變成乙酸 那所以請問你 那甲酸要怎麼寫啊 甲酸要怎麼寫 HCOOH N是0 N是0 HCOOH 就是這個甲酸又叫做乙酸 螞蟻的乙 因為它是一些昆蟲會分泌的酸 HCOE 其實你要會認 什麼叫做乙酸 什麼叫做甲酸 甲酸化學式比較特別 你要會寫 要會寫 OK 縮酸就是酸類嘛 那我們講過酸有什麼性質 融與水會解育出什麼 氫離子 所以縮酸融與水會解育出氫離子 然後呢就成了是酸性 然後你就要記得植劑的顏色 酸性會成什麼顏色 思維什麼顏色 分泰什麼顏色 廣又是什麼顏色 就是我們前面教過你要會背的事情 OK 那我們要教一個重要的酸叫做乙酸 乙酸又叫做醋酸 我們後面會再教一次 因為它也是用所謂的發酵法來做的 也是用所謂的發酵法來做的 那我們後面會教 我們會用這個發酵法 然後它也是就是 無色液體有適應性的酸味廢話 醋有酸味 然後呢 液溶與水有弱酸性 然後呢 可以吃 就吃醋嘛 可以吃 也是重要的原料 可以做香料 燃料看看就可以了 合成纖維 就是所謂的乙酸 所以呢 酸類的重點 這裡的 醇類跟酸類的重點呢 都有一個叫做 含什麼 有OH的叫做 醇 有COOH的叫做 酸 所以它的官能基 是重點之一 再來就是 重要的醇 跟重要的酸 我們重要的酸 只叫一個什麼酸 乙酸 叫做 醋酸 我們前面有教過 冰醋酸 就是 很醇的乙酸嘛 容易變成固體 冰醋酸 有沒有酸性 沒有 因為沒有溶與水 所以沒有氫離子 所以沒有酸性 所以就是重要的酸記憶器 官能基要記得 重要的酸要記得 我們前面出現過 所有碗葉的化學士都要會寫 什麼 甲碗啊 餅碗啊 甲醇啊 乙醇啊 還有這個乙酸啊 還有那個甲酸 這些化學士都要會寫 就是 你需要學會的部分 OK